继续来关注科技消息 Facebook宣布以190亿美金巨额收购 及时通讯应用软件公司WhatsApp 以扩大行动装置客户的触角 这是矽谷金额最大的交易案 因此广受科技界关注 这也让一直以来十分低调的WhatsApp 两名创办人跃上了台面 不过据说这两人曾经在Facebook Twitter等公司求职被拒绝 而WhatsApp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 公司的创办人又到底是什么来头 请新岛记者邱佳琪为我们介绍一下 WhatsApp是由乌克兰人库姆和美国人艾克顿 在2009年8月创立 库姆是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小镇的犹太人 1992年随母亲移民加州 两位创办人在2009年时 都是雅虎的资深工程师 已经共事超过20年 决定一起离开雅虎另外创业 有趣的是 当时他们曾经尝试到Facebook工作 但是被拒绝了 库姆当年买了一部iPhone手机 被APP这种新兴的手机应用软件市场吸引 设想出制作一个社交APP的想法 由此催生出了WhatsApp WhatsApp的取名来自WhatsApp 这个日常打招呼用语 设计理念也同样简单 两位创办人一直抱着 只做一件事 但把它做好的精神 将整个APP的重点放在全讯息 这样单一的功能上 发展至今 WhatsApp与其他及时通讯APP 最大的不同在于 他们坚持不销售广告 而是秉承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趁着智能手机流行的东风 目前已在全球风行 每月活跃用户数量高达4.5亿人 每天发送短消息为160一条 用户每天发送的图片 也达5亿张之巨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